我在上个月的时候 是不是和大家说过 波兰不出意外的话 是最后一场大雪 但是很意外 三月份三月初 今天居然下雪了 今天早上呢 我还是晴空万里 然后现在的话 这个雪下得还不响呢 其实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到 所以 波兰的天气又再一次糟糕了 这两天其实也挺冷的 之前的话转暖 然后从这周开始 从这周一开始 就开始又变冷了 我们这一期视频呢 谈一下这个人口走私 人口买卖 因为这个话题和昨天的视频 有一点小的关联 但是关联不大 但是在我们正式说 这个人口走私 人口走私不是人口买卖 人口走私之前 先和大家聊点别的 就是我感觉今天 协助客户开户是非常顺利的 我今天早上来到市中心 米莱运航帮客户开户 开户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在我今天经历过的一切 我感觉就是说 不仅限波兰这个国家 我感觉现在全世界的人 特别是这种底层的 或者是中产阶级的这些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缺钱 那具体话来说呢 比如说今天早上 我们去开户的时候 然后给我们办理业务的 那个女生呢 那个美女 疯狂地给我们推荐 他们银行的理财产品 因为她得知我们在开户之后 会存一部分现金进去 然后这个数量 似乎对于波兰人来说还不小 所以就疯狂地 给我们推荐各种理财产品 有2%的回报率 3.5%的回报率 有5%的回报率 然后你存多少钱都行 然后是存多久就行 但是她建议存得越长越久 所以和国内的那个银行 或者是投资公司 股票公司 给客户推荐理财产品 那是一个套路 客户满脸懵逼 问我这什么情况 到底给不给开 我说跟开户没有关系 我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个 我跟这个那个美女说 咱们能不能把这个开户 这个事情先完成了 把手续都办完了 再给我们推荐相关的理财产品 她说OK可以 然后办完了之后 继续给我们推销 然后我出于礼貌呢 我就是和她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会考虑一下 我不知道在波兰人 听到我们会考虑一下 这几个字 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因为如果你在英国的时候 我会考虑一下 基本上是 就是我们今天肯定不办 那我也许之后会考虑 但是我今天此时此刻 肯定不会买理财产品 所以她继续给我们说 这个细节 我说我到网上看一下 可以吧 因为你们的网站上 一定会更细节的说明 她说好的 然后他们还在 那个美女还在 给我们继续的介绍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 只能很直接的告诉他们 告诉她 我们今天不买 之后买的话 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这个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 因为客户也是从别的欧盟国家过来的 然后过来之后 因为我们就是在市中心 其实就在米兰运行 就是在我们的右手边 去市中心来开户 对面的话就是 波兰市中心最著名的 那个圣食之教堂 然后客户就是说 波兰有什么好玩的 我说这条街就是站在 咱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就是波兰最市中心的地方 再往前走就是总统府 再往前走就是老城 然后对面的话就是圣食之教堂 他说能不能进去看一下 我说走呗去看看呗 然后我们进去不巧 今天是有一个仪式的 因为有人死了 有人去世了 然后今天有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 有很多家里的亲属 然后也是对外开放的 所以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进去了 聚聚之后就是又不好意思走 因为所有的人都在那里面举行仪式嘛 然后我们走的时候就是 还有人管我们要钱 就是又回到了我之前说的那个话题 我觉得今年真的 所有人都非常非常的缺钱 管我们要钱 我说我 我说我那个没带钱 事实上我真的没带钱 因为我的这个所有的 我所有的这个钱包 都放在车里面嘛 所以我真的没带钱 因为我因为如果有钱的话 我给他十字楼梯 二十字楼梯都是可以的 然后他就跟我 继续说波兰语 我说我没有钱 我今天身上没带钱 然后他就继续跟我说 然后最后就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所有的人都在那里举行仪式嘛 然后我在那个教堂中间 录那个教堂的仪式 然后我就很明确的告诉他 我没有钱 我也不想给你钱 然后他才走开 而且他的表情 以及整个人的状态 都非常非常的不好 就是非常非常的气氛 但是我感觉你是要钱的 而且你是在教堂里要钱 而且是在别人死的时候 管一个参加仪式的人要钱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适 所以我认为他的表现 简直和这个教堂 和这个人类 不符合人类正常的一个行为 因为中国人都没有这么要钱的 如果你在中国是要饭的话 你最好低调一些 因为他这种行为在中国有可能被打 当然的话 我们在波兰很显然是不能这么做的 然后从这场出来 我就是看另外一个男的 他俩 因为之前管我要钱的那个是女的嘛 他俩应该是夫妻 或者是有某种关系 就整个人都趴在了地上 然后管那个出来的人要钱 我给钱的人也有 但是大多数人都是默默地走开了 所以波兰教堂里出现这个行为呢 我真的是其实不能够接受 因为我在英国也去教堂 然后这个教堂是Caslic教堂 我在英国去的也是Caslic 英国这种情况我从来没有遇见过 就从来一次都没有 波兰 而且我们去的这个是 应该是最市中心 然后也比较大 比较隆重的一个教堂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是否和疫情相关 还是和这个疫情无关 之前就是有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收看节目的朋友 如果你们在东欧地区 或者是你们在波兰 平时有去教堂的习惯的话 你可以就是和我本人分享一下 是否别的东欧国家 或者是波兰的其他城市 也有这种情况 也真的是非常出乎我的意料 缺钱 其实每个人在今年都是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因为2021年的疫情 2020年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 因为每个人的收入在今年都是有大部分的削减的 那我也不例外 包括我之前发的视频 就是说如果大家想和我咨询的话 是要付费的 其实我和他们以及我和这个银行的出纳是没有区别的 我们都是在想办法赚钱 但是赚钱虽然有道 赚钱的话 你不能在客户第一次开户的时候 就疯狂地给他推销银行的理财产品 就是因为你知道客户手里面有很多的资金 你不能这样 你可以提一下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理财产品 我们的回报 如果你可以承受风险的话 最多可以拿到5% 因为他并不在意 他并不在意分享本身 他在意的就是他自己的commission 他自己的提成 包括教堂里面 如果你平时的是教堂日活动的话 周末的话 我觉得要钱可以 你在今天有人去世的时候 公开地管里面的人要钱 而且不要钱的话 继续纠缠继续地要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得当的一个事情 因为不管世界多乱 即使是周围有战争发生 赚钱也需要有道 要钱也是需要有道的 我觉得这种要钱方式 今天早上这两个事情 给我搞得相当的猛逼 客户的话 对波兰的印象马上都不好了 如果大家是 如果我是做波兰移民项目的话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一个收场 但是客户就是开货 所以这个是我到达波兰 这么长时间 最不爽的一天 所以 这个是我今天想说的第一个部分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到正题 人口走私 其实收看这个节目的人里面 就是我的观众有很多大神 有很多这个专业的人士 然后我今天早上和一个在亚美尼亚的朋友 他也是应该是通过收看我的视频 认识到我 然后也是我们最近也有保持联系 他现在在亚美尼亚 他的情况呢 就是我也不和大家说吧 也包括个人隐私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数学专攻是不一样的 你像我对这个移民项目 移民的法律条例是比较了解的 但是如果咱们讨论这个难民呢 或者是无国籍人士申请政治避难这些 其实这个并不是我的擅长 因为就像我说的 我是做这个移民起家 我最早是做教育起家的 然后之后是做移民 所以这两个领域我是很了解的 关于这个难民政治避难 无国籍人士这个板块的话 我了解的但是 我有了解 但是我了解的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我知道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要尽量的完整 尽量的全面 因为你不知道对面的观众 他是一个对你说的这个事情 到底有多了解 所以我做节目的时候 也尽量的可观 尽量的全面 尽量的准确 比如说昨天那个办护照的时候嘛 有人有朋友说在成都就不行 有人说如果你 你是工作签证的话 那在上海就可以 所以我当时也是 要大家在这个评论区里讨论 因为我本人就不在中国 所以我的信息不一定准确 所以关于这个人口买卖的时候 所以关于这个人口走私的事情 今天我有一些事情想和大家分享 因为我之前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 你在开车进入欧洲的时候 西欧地区是很少有边境警察的 你一旦过了德国之后 那就是进入了波兰 波兰再往北走呢 如果你不走那个俄罗斯的鼠地 加里宁格呢的话 继续往北走 就是立陶宛 立陶宛继续往北走呢 就是拉脱威亚 拉脱威亚继续往北走 也就是欧洲的 如果你不跨海的话 就是欧洲大陆的最北部 就是埃沙尼亚 这几个国家是有非常密集的边境 警察边境检查的 我一开始一直不明白 就是为什么你波兰 这么垃圾的一个国家 你在你的边境设了这么多的检查 反倒德国 反倒法国 反倒比利时 反倒卢森堡却没有 那我今天呢终于明白了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频道 如果大家看得懂 这个英语频道的话 是在YouTube上 这个YouTube的频道 叫The Mob Reporter 它讲的就是所有 非法的事情 比如说走私 毒品走私 人口走私 黑市会之类的事情 所以它是一个英文频道 订阅的人也很多 我是在来欧洲之前 就有关注到这个频道 然后结合到 昨天那位朋友 在亚美尼亚的朋友 和我说的 这个一些人口走私 偷渡啊 包括申请难民 无国际人士的事情之后 我马上就建立起了一个 一整套的联系 那就是说 为什么在东欧地区 有很多的边境检查呢 就是因为在东欧地区 它是和俄罗斯非常接近的 也就是说 我现在待到波兰这个国家 以及波兰 继续往北走 我刚才说的那个三个国家 爱沙尼亚 拉脱亚 立陶宛 其实当年都是苏联的一部分 都是苏联的一部分 所以正是这个原因呢 我相信在这个拉脱维亚 在波兰 在立陶宛 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边境检查的 从这个 The Mob Report的那个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视频的链接 我会放到视频的描述区中 这些在俄罗斯的人口 他们就是把这些想偷渡的 偷渡客呢 集中在一起 比如说以五个人 七个人为一个单元 然后偷渡到 从俄罗斯偷渡到白俄罗斯 因为如果你能进入白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它的边界非常非常的薄弱 然后如果你能进入到 白俄罗斯的话 大家就可以进入波兰 进入了波兰 其实大家就等于进入了欧盟 进入了深根区 所以理论上 你从波兰再去德国 再去法国 再去意大利 再去西班牙 在其实任何一个欧盟国家 其实都是这种可能性的 因为欧盟 以及深根区境内 它其实是没有边界检查的 如果是有的话 也是随机的 所以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其实在东方多这几个国家 边境检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反倒西欧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今天是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今年没有被检查 今年是拉脱威亚 它是入关每个人都检查 因为它要注册健康码 注册COVID的健康码 不然的话 我今年是等于没有被查的 但是去年我有被波兰的海关 波兰的边境查 所以我注意到 其实它是问你有没有带违禁品 但是他们最在意的就是 你有没有带人 有没有别的乘客 我当时那台车的后面都是磨嘛 而且是比较黑的磨 他还要求把这个后面的门打开 他们还要看一眼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看你有没有非法携带 这个携带人 也就是人口走私 然后昨天的视频中有人提出 说我现在就是说 签证都办不出来 然后我怎么移民 或者是怎么进行这个政治逃离 其实这个东西 我当时的回复是 我说了你也不一定不一定敢听 然后你听到了 你也不一定敢做 其实事实上真是这样的 然后亚美尼亚这个朋友 昨天今天早上也和我说 其实你要是 现在在中国受到迫害 特别是因为种族的原因 比如说你是维吾尔族人 在新疆地区 你是可以利用你的地形优势 偷渡到这个蒙古 蒙古国 不是内蒙古 蒙古国 然后从蒙古进入这个俄罗斯 然后进入到俄罗斯 大家就知道了 我之前说的那个路线 白俄罗斯 波兰 一直到其他的这个欧盟国家 在英国脱欧之前呢 其实 这个路线还没有 没有完整的完成 因为大多数人 如果你逃离到欧洲的话 大多数人的最终目标 其实是英国 因为英国呢 虽然他比较难进去 英国是一个岛 但是你一旦进去了呢 英国的福利啊 包括包括英国的工资 都比其他的国家 要略高一些 所以最终那个路线 其实如果你是从俄罗斯 那边过来的 基本上会想办法 在法国的那个 英西里海峡 逃到英格兰 或者是英国的 其他地区 因为英国 它是不接受难民的国家 但是如果你能乘坐 那种快艇啊 批发艇什么的 偷渡到英国 那其实英国的移民局啊 包括英国的海关 也都真的接受你 他不会遣返你 所以这个偷渡路线 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个西欧 从这个东欧 一直延续到这个 欧洲的尽头 欧洲的尽头 英国 所以以上我说的 这些信息呢 就是通过亚美尼亚的 这位朋友 The Mob Reporter 这个YouTuber 以及我常年 在东欧地区往返 得出的一套结论 我相信 我说的这些事情 是有合理性的 以及可行性的 因为每天都是有 偷渡发生 东欧这边的偷渡 我还真不了解 因为我想不到 想不出一个理由 为什么要偷渡到 东欧地区 但是如果你能 进入到波兰 通过东欧 进入欧洲的话 那我相信大家 如果想偷渡到 英国 或者是法国 或者是德国 我倒觉得 还有一些理由 而且这些理由 我觉得也比较合理 那有些人是真的 受到了这个 政治的迫害 生命受到了威胁 有些人呢 就是为了 通过这种方式 来转办一下 自己的生活 那很显然 他的生活状态 也是非常迅迫的 和咱们平时讨论的移民 很显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最后 亚美尼亚的朋友 给我提供了 两个信息 我也可以和大家 这个分享一下 所以大家在申请 难民的时候 是可以考虑 这两个法案 一个是1954年的 关于乌国籍人 地位的公约 所以这个是有 这个中文的 详细的解释 它是法律 所以大家可以 详细的阅读 如果大家 想以乌国籍人 是申请避难的话 需要详细的阅读 因为这里面 有非常复杂的法案 是1954年确立的 然后似乎在 61年有一次更改 大家在用 无国籍这套理论 申请的时候 就是要确保 你的这个 这一套说法 一定要行得通 因为在世界上 现在属于 无国籍的人 真的是不多了 无国籍人 是怎么定义呢 就是说 怎么才能定义为 你是真正的 无国籍人士呢 大家有没有看过 汤姆汉克斯 之前拍过的一部电影 叫幸福终点站吗 他去美国的时候 就是 他的国家发生了战争 然后他的政府 就不存在了 所以他当时 就被定义为 无国籍人士 他只能在 美国的这个 机场中 渡过 不能回国 因为他的 他是无国籍人士 也不能进入 美国境内 因为他是无国籍人士 对无国籍人士 我相信 是不适合 大部分人申请的 大家如果是 申请政治变案的话 我特别是英国 特别是英国 因为我在英国 接触过一些难民 一开始报了假名的 没有把自己的身份 坦白的 其实在最终 要给你难民的时候 是很麻烦的 因为你当时 进入英国的时候 大部分中国人 还是有签证的 还是有临时签证 进入英国 你像香港在30年前 通过跑船的方式 偷偷到英国 那种方式已经很少了 很少人乘坐轮船 进入英国 现在 那基本上 死亡的概率很高 现在进入英国的 大部分中国人的话 都是有临时签证的 临时签证 你当时是按了指纹的 你的指纹是改不掉的 所以大家 在用无国籍人士 申请这个难民的时候 或者是政治避难 一开始是可行的 最终 给你身份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 因为你既不能承认 又不能否认 因为如果你承认的话 那就是说明 之前撒谎了 那政府有可能会撤回 给你的这个 非常宝贵的身份 如果你否认的话 那你的身份又不确定 所以政府也给不了你这个身份 然后你还得继续的编故事 所以别的国家我不确定 如果是英国的话 大家尽量使用 使用自己真实的身份 也就是作为有国籍人士 申请政治避难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大家是需要参考 1951年的政治庇护法案 然后这两个法案 也是亚美尼亚的这位朋友 今天早上告诉我的 所以非常感谢这位朋友 我不会对1954年的 无国籍人士法案 以及51年的政治庇护法案 做非常嫌弃的研究 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专业领域 但是大家如果想通过 这两个方式 申请政治庇护 避难的话 大家需要熟悉的掌握 这两个法律条例 请订阅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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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錢給你,抱歉 我沒有錢給你,抱歉,我已經說了